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迷上了读书三魅境 朴旭俊在KBS2TV《月火炬花狼》里饰演仙语 以压倒性的演技描述了多样的感情 令众多女粉心跳 朴旭俊方在花狼第六集播出之前 公开了用功读书的朴旭俊的拍摄现场花絮 令人十分期待 在三日下午公开的花狼两张花絮 照理朴旭俊已穿破书卷的眼神在读书 一边看书 一边精心一个字一 各自书写的面貌 可以看出朴旭俊全力以赴演绎每个场面的热情 尤其是 整洁的字体显露出朴旭俊某笔字的练习量和努力 在拍摄当时 熟练写下汉字的朴旭俊的面貌 令设置人员感叹 朴旭俊所属的经纪公司Kist相关人员表示 朴旭俊俊在拍摄前 除了努力研究演技 连道具也自己认真准备 是十足的奋斗派演员 还说该场面也是他在学生时代学习汉字的经验 加上自己的努力积极 面对拍摄的结果 画面好像将他的努力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说明了幕后故事 如此 朴旭俊完美投入角色 从对提笔和写字很陌生 以为十四面提筛字里的二百余字 就是世上所有字的草民无名 到获得先与名字最后变身为花廊 这一系列强烈的变化 被朴旭俊完美演绎 整洁的衣着和外貌字不必说 即光是眼神以及高度的集中力 完美表现了花廊仙语 另外朴旭俊在描述为了冤死的 朋友莫文 李光珠 是 复仇 还有为了保护如同家人般的安置功 崔元英 是 和阿鲁 高雅啦 是 而决定作为花廊要活下来的恳切 令人十分期待以后的剧情展开 另外 朴旭俊 当华基督事报 封面新闻记者训 记者杜恩胡 2017年新年第一天 当华基督事报 封面新闻记者 与上过央视春晚的影视明星韩雪 谈到央视第一次单纲春晚总导演杨东生时 韩雪如实评价说 别看杨东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春晚新人 但他首次单纲春晚总导演 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祝福他 总导演 总导演杨东生距离 2017年1月27日除夕月央视 今年春晚播出 仅剩23天了 据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所了解到的春晚最新消息 目前 喜剧语言类节目终身几天来 冯孔 蔡明等演员们还在对作品惊叼戏可 歌舞杂技类节目 已进入合成排练 广西桂林 四川梁山等春晚峰会场的舞台搭建 电力保障 灯光亮化等工作 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舞台和演员通道都已建好 舞美 音响也基本完工 正在进行最后调试 宫殿设施以交付使用 竹法 小船 服装道具 包括火把鸟已经到位 演员排练 灯光亮化等也在进罗密鼓进行中 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终身 张介科副员会确定吴元阳 东升简历被受媒体关注的2017年央视春晚总导演是杨东升 是一个低调做事不喜欢炒作的人 对于许多百姓观众来说 杨东升的名字比较陌生 但对电视行业的来说 杨东升就是真正的大台导演 他多次单干国内外多个大型晚会的总导演 19 91年 1998年 2005年 2006年 2009年 2016年 他曾参与了多届春节联欢晚会的创作工作 岗位也编辑导播 歌舞导演 执行导演等多个领域 蔡明吐露春晚心酸 夜里排练 劳务费几千 尽管杨东升参加过多次春晚创作 但单刚央视春晚总导演还是第一次 严格讲 杨东升是春晚新人 这位新人 直到几个月 今年春晚来 很低调 也很神秘 现在 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记者 为大家揭秘一下2017年春节联欢晚会 总导演杨东升 广东站江人 他和时任老台长杨美光 同是广东老乡 杨东升的血腥为O型 白杨作 杨升东在央视工作已经快30年了 这个广东人和老广东台长杨美光一样 喜欢新事物 喜欢研究学习 杨东升一生痴迷电视 他说 我就喜欢这些 电视 文艺创作领域好多东西都靠自学 有兴趣就有悟性 能把对生活真实的感悟 艺术化的表达出来 这样才能创作出让大家满意的春晚 杨东升 每一个晚会导演都喜欢黑沉初心在央视内部 熟悉他的人都喜欢叫杨东升大男孩 资历和年纪都已资深的他 却始终保持一颗爱探索 爱钻研的好奇心 平时里 他的一大爱好 就是环游世界观摩演出 看到了最新的科技应用或者潮流设备 总是要第一时间搞清原理和应用空间 在想方设法的融入到自己的电视节目创作中 有时 为了实现天哪行空的创意想法 他甚至还要发明一些特种设备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人精我绝 或许 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 去动了他不断前行 寻求突破 据了解 杨东升在学校所学的专业诗哲学 毕业后却转行做了电视导演 作为以歌舞晚会建长的导演 他对春文比重 最大的歌舞类节目价庆就熟 业余生活中 他喜欢听音乐 唱歌剧 画油画 看电影 狩猎广泛 爱好破风 也许 正是这些经历与爱好 造就了他特有的电视美学 融入到每一个他知道的作品之中 为各类文艺创作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不论是做电视导播还是做晚会导演 杨东升最坚持的一大原则就是创新 这是一切文艺创作的不洁动力 他认为 创新包含很多层次 从整体的创作架构 到单个的节目 从样式到内容 都要全方位创新 就算是同样的内容 你 也要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效果 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 杨东升做事爱教真儿 追求极致的电视工匠杨东升 常常自比是一位老匠人 一辈子就只做电视 做就要做到最好 文艺创作的道路有千百条 而他选择了追求极致 在他看来 歌舞类节目的呈现方式要唯美 极致的唯美才能触发心灵的震撼 语言类节目要引起观众共鸣 有共鸣才能深入人心 在工作上 杨岛是出了名儿的爱教真儿 他认 真的事一定会坚持到底 因为他坚信 精雕细琢才能打造精品 立足高原才能创作高峰 身为文艺创作者 越是浮华的时代 越是需要大家潜心创作的匠心精神 文艺创作的高峰不是朝夕可至 而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 我是个创作者 也是一名普通的观众 生活就是我们所有艺术 创作曲之不尽的源泉和动力 娱乐乐点推荐 嗯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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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